网上流传的照片就是视频的截图 从这段视频可以看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据爆料人透露 这位老师长期行为不检点很容易被发现 这两段视频是不同的时间拍摄的 一次的拍摄地点是在教室 另外一次则是在教室办公室 于北区两江中学 向学校的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 学校方面一位姓段的老师告诉我们 照片中出现的男女的确是来自两江中学 是一对师生 男子是学校的老师 女子是高中学生 校方在了解情况之后 立即对设施的老师做出了停课处理 由于于北区相关部门正在学校调查此事 校方不便于接受采访 不过相关的情况 于北区教委已经通过华龙网做出了官方回应 记得最后从情况核实清楚之后 将依据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是用于北区的老师做出了 予设设设计会 对于你